美國總統川普身穿正式西裝 一旁英國女王則是一席白色禮服亮相 緊跟在後的是 川普一家還有皇室成員 陸陸續續入場 女王高規格舉辦國宴 歡迎貴賓來訪 這日川普二度以國家元首身份訪問英國 但卻是第一次參加白金漢宮國宴 宴會前致辭更是稱讚女王是位偉大的女性 而川普在英國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 不过不歡迎川普的抗議聲不斷 路旁隨處可見抗議不調 川普因而氣球也再度在倫敦天空飄揚 群眾炮轟川普對氣候變遷的主張 以及忽視人權的態度 所以這是一個總統 而川普的國事訪問第二天會和英國首相媒衣舉行峰會 外界也關注美英雙方對脫歐氣候人權等議題的討論 川普最後一天會前往英國港口城市普茨茅 參加諾曼蒂登陸75週年的慶祝活動 之後會動身前往愛爾蘭為這趟旅程劃下據點 達一新聞揚情編譯 另外 各位